這是我高中同學 嗨 你知道我就說欸 你真的就很難 大概三四支影片 我都是想說 嗨 大家 今天的vlog比較特別是 要記錄一下就是我幫我高中同學 去完成一個公式的新聞報導 然後我跟我高中同學呢 是因為社團認識的 就是我同學是跟我都是大眾傳播社的 然後我們小懲罰跟大懲罰都有一組 所以我們還蠻熟的 這是我高中同學 嗨 然後他現在讀成大 我同學就是希望可以藉由我 創立頻道的心路歷程來做為他 在公式的那個撇步新聞 然後做為那個主題 你想想 他是他們全家的唯一期待 全面排嗎 我覺得沒有辦法 你知道我就說 你現在怎麼打得不上來嗎 其實穿600 所以才開始 最喜歡就是下課時 以下片段為 就是我高中同學訪問我 為什麼會拍YouTube的起因 嗨大家 活潑俏皮的開場 清晰自然的形象 她是就讀國立清華大學的王怡貞 在媽媽的建議下 以Mushroom One為名 開創了自己的YouTube頻道 原先只是希望能夠記錄生活 鼓勵自己持續保持上進心 沒想到這些僅靠一支手機 拍出來的生活短片 吸引了不少年輕粉絲 前三四支影片我都是想說 啊就東拍拍 虛拍拍 就拍一些我的生活啊 直到一百人的這個門檻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覺得 我一定要對這些粉絲負責 就是太感謝他們就會開始有主題的 去想說那我對一部片的最重要的核心是什麼 我們必靠他們找出了 在影片中 怡貞分享自己讀公司理財的方式 先透過整理筆記來釐清觀念 再反覆練習計算題提升熟練度 沒想到剛拍完影片的幾天後 她就在這門課的期中考 得到了一百分的好成績 激勵了許多苦努中的學生 而這部影片現在擁有近18萬的點閱次數 可見怡貞親切又有條理的分享方式 深受學生族群喜愛 大家可能覺得就是影片中的生活 只有佔據我大學生活裡面 就是很小一部分 但其實那些生活佔據了我大學生活 很大的一部分 那以下片段是我高中同學 問關於我一般日常生活都在幹嘛 下課之後都在做什麼 看臉書啊或是滑手機 然後就準備嘗嘗的睡覺 基本上我生活就是這麼單純 然後蠻宅女的啦 其實 那接下來的片段是就是 訪問關於我媽媽對於我拍 Youtube影片的一些回饋跟想法 宜貞媽媽年輕時喜歡透過攝影 記錄生活 這些影像替她留下了永恆的回憶 她也鼓勵宜貞 現在自媒體時代新奇 不如透過拍影片的方式 讓自己的青春不留白 宜貞和媽媽就像是最好的朋友 當宜貞歷經挫折時 媽媽總是以非常正向且靈性的方式 鼓勵宜貞做她最強大的後盾 其實做這個自媒體的頻道 也真的是無心插流有成因 那也沒有想到會有這麼多人要訂閱 其實面對十個這個酸言酸語 或者是冷潮樂部 我覺得就算只有一個是被我們鼓勵的 或者是被我們激勵的 我覺得我們都值得為她繼續做下去 那大家其實都知道做YouTube的話 難免會遇到一些跟自己不同的一些想法 那以下片段就是我對於這些不同想法的見解 做頻道以來就是一定會有遇到一些酸民啊 然後或是冷潮樂風 那我自己個人是覺得 就是謝謝他們的這些評論 然後也會就是藉由他們的話來 在鞭策自己 然後讓自己變得更好 然後去證明自己 宜貞相信每個人都能創造屬於自己的價值 他將持續透過YouTube頻道 散播更多正向能量 公民記者李承如 台北報導 那這一部影片就是除了要記錄我 幫我高中同學完成他在公式實習的 那個作業的過程之外呢 就是我還想要記錄就是我從創立頻道以來 就是算會遇到一些跟我的想法 不同的人 但我更慶幸的是就是可以 因為創立頻道認識更多 就是跟我一起互相鼓勵 陪我一起成長的你們 那就祝福大家 我們就一起加油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 我們有要… 我們也要遊玩 我們有阿娜 Series 手部 我們在等等 我們還是去關於 的公式出來的 clin會 運送我們 對 我們還是在一起 VOL 我們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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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們會不會 我們現在 我們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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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不會